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上的內容呢是對聯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對聯的定義 其實呢對聯又稱為對子 是一種對戰工整 憑著協調 一字一音的漢文語言獨特藝術形式 那這裡我有用紅字特別標示起來 對戰跟憑著的概念 我相信大家在靜體師已經有接觸過一點了 那我們這一節課呢 就是要更深入的讓同學來了解 對聯的一些使用方式以及它的特色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對聯的起源 對聯呢最早是據相傳啊 據說是從門神來的 那早期呢人們有門神的信仰 同學現在到一些廟裡面可能都還看得到 在廟的門口會畫著門神 那以前不不只是廟裡面會有 自己家裡呢可能都會想要有這種 趨吉避凶的門神信仰 所以呢最早人們會把門神的樣子 刻在木頭上刻在木門上 可是其實這個工作是蠻辛苦的 那個雕刻成門神的樣子是很累的 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經歷以及那麼多的經濟能力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呢人們就不刻門神 改刻他們的名字 把名字刻在那個陶木上面 會比較節省時間 節省經濟 節省時間跟精力 好那這就是所謂的陶福 好這就是所謂的陶福 那我先給各位同學看一下門神跟陶福的圖片 這個各位你們如果你們現在資訊能力都非常好 各位上Google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讓各位看一下Google上面的照片 來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這裡寫著神書 神書它刻成門神的樣子 這個在廟裡面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大家請看這個 這個東西啊就會比這個東西來的簡單的多 我只要刻上他們的名字 這其實念成神書跟御律 就是兩個門神的名字 那這就是相傳最早對聯的起源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的Point point 那個門神到了陶福之後 上面除了刻神書跟御律 就是這兩個門神的名字之外呢 漸漸的有人 在上面添加了一些文字 藝術的形式 不再只是寫上門神的名字 這據傳呢就是最早春聯門聯 也就是後來對聯的起源 好那講完對聯的起源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對聯有什麼特色 我們來看對聯的特點 它有四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對聯的字數要相等 上聯幾個字 下聯就有幾個字 上聯是三個字 下聯就是三個字 上聯五個字 下聯就必須要五個字 再來詞性要相對 這個在對聯裡面很重要 這個可能將來是各位 你去做會考題目的一個突破點 一個關鍵點 除了詞性相對之外啊 可能老師都會告訴你說 名詞對名詞 形容詞對形容詞 副詞對副詞 那除此之外 有一些特色 譬如說數字會對數字 動物會對動物 顏色會對顏色 那待會我們也會再 再找一些例子 讓各位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再來是憑著相合的部分啊 所謂的憑著相合 也就是說上下聯的憑著要相對 上下聯的憑著要相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待會也會深入再解說 最後是內容相關 那也就是說你的對聯啊 不能上聯寫一件事 下聯寫另外一件事 這兩個對聯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 這個我們就不太會稱它為對聯 好那我們就根據這四個特點 一個一個來做介紹給各位同學聽 好第一個支數相等 這個應該不用花太多時間 同學應該很容易理解 譬如說上聯是天 下聯就是地 上聯是天長 下聯就是地久 好這個應該很清楚 這個沒有什麼什麼好 疑義的地方 沒有什麼你會覺得困擾的 好上下聯的字數必須是相同的 相同的 那這裡有一幅比較有趣的對聯 好之前呢曾經有人寫過這樣子的對聯 叫元世凱千古 中華民國萬歲 看到這裡同學應該會有看到一些問題 千古對萬歲這當然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存在 千對萬數字對數字算是蠻標準的 那唯一的問題就出在元世凱跟中華民國 元世凱三個字 中華民國卻有四個字 這兩個東西是對不起來的 那為什麼這個對聯這樣寫呢 據傳寫對聯的人他想要表達的意義就是 元世凱對不起中華民國 好那當然這只是一個算是一個會心一笑的對聯的小故事 事實上呢這樣子的形式並不能真的算是對聯 好所以請大家記得第一件事情 字數要相等 好再來看第二個 詞性要相對 我們剛講了 除了名詞對名詞形容詞對形容詞 副詞對副詞之外 對聯裡面你可能都還會看到 數字對上數字 這個蓮花對上梨子 這個植物對植物 心對副 身體部位對身體部位 然後兒跟子 子跟兒 內跟中 苦跟酸 味道對上味道 那這裡是同學學過的 白日一山靜 黃河入海流 這算是一個很工整很標準的對上句 很適合拿來當例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 白對黃 顏色對顏色 日跟河 名詞對名詞 好那山跟海一樣山對海 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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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動詞 說你可以看得到白日一山靜 對黃河入海流 每一個字的詞性都對到 那回過頭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數字的對聯 23456789 據傳這副對聯是宋朝的一個大臣宰相 叫呂蒙症 他在還沒有發跡之前 住在一個破瓦含咬裡面 他自己寫的一副對聯 那這副對聯 只有上連四個數字 下連四個數字 不知道同學看不看得懂他想要表達的意義 給大家十秒鐘思考一下 好那我來公佈答案解答一下2345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那呂蒙症啊當時住在破瓦含咬裡面過的辛苦的日子 他在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文 他就在破瓦含咬裡面念書 2345缺了一個1 6789少了一個10 所以他這個就是缺1少10 什麼叫缺1少10 1跟10 雙關衣服的1 食物的10 他就是在挖苦自己啦 我住在這裡缺了衣服少了食物 過著辛苦的日子 好那這紙也是讓同學 了解一下有這樣子有趣的對聯存在 可能會出現在各位將來的題目裡面 那在這裡我們要強調是磁性相對 記得除了磁性相對之外 數字要對數字 植物對植物 味道對味道 顏色對顏色 這將來可能是你考會考的時候去找對聯的一個很重要的突破點 好我們看下一個 瓶色相合的部分 我想要先讓同學複習一下所謂的瓶色 那現在的漢語裡面 在我們使用的華語漢語裡面 大部分的瓶聲是一二聲 大部分的這聲是三四聲 那我在這裡我只能告訴各位是大部分 沒有一定 同學應該都知道有所謂的入聲字 入聲字已經跑到一二三四聲裡面都有 所以這會比較困難 不過我覺得在國中這個階段 同學可以不用太在意 我們就是按一二聲是瓶聲 三四聲是這聲 這樣下去判斷其實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看瓶正相合的部分在講什麼 第一個上下連的瓶正要相對 也就是說上連我用到的是瓶聲字 我下連就必須用這聲字 上連用這聲字 下連的同一個地方我們就用瓶聲字 第二個二四六分明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偶數字的地方 我們要求會比較嚴格 第二個字第四個字第六個字的評測要求 會來的比第一個字第三個字還要嚴格的多 也就是有時候我們會 第一個字第三個字沒有對到無所謂 我們通融我們算是比較寬式的對戰 就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那第三點我覺得比較重要 考試曾經考過這個概念 這起瓶收 什麼叫這起瓶收呢 當我們的上下連 我們分不清楚誰是上連誰是下連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看最後一個字 上連的最後一個字必須是這聲 下連最後一個字必須是瓶聲 我們習慣說這起瓶收 好我們來看這一樣是我們學過的例子 在各位的絕句選更正 在各位的淨體詩選裡面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句子 明月松間照清全時上流 我們從這請瓶收來看 照四聲這聲 流二聲平聲 那我們再往回檢查是不是二四六 第二個字第四個字第六個字要求都比較嚴格呢 我們來看一下月第二個字月 好四聲這聲全 二聲平聲 所以月跟全沒有問題 再來尖跟上 尖一聲平聲 上四聲這聲也沒有問題 上跟尖二四六沒有問題 我們檢查完第二個字第四個字跟第五個字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字跟第三個字 明二聲 輕一聲這兩個都是平聲 鬆平聲 實平聲 因為它在奇數個字 第一個字第三個字 所以這個就比較 我們可以放的比較寬鬆這樣子 所以各位你就要記得上下連的評測是相對的 但是奇數 我們可以放寬鬆一點 偶數 就會要求比較嚴格 還有最後一個字 最後一個字 一定要符合這起評收的概念 這個是必須的 好接下來再看我們下一個概念叫做內容相關 內容相關這個概念 會出現在會考的選項裡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例子 笑我如觀雲裡月平均能變物中花 這個曾經考過就是考你這是什麼地方的對聯 那答案就是眼鏡行 你可以看到笑我如觀雲裡月 笑我看不清楚啦 好像在看雲裡的月亮一樣 平均能變物中花 可是靠著你呢我就能看到物裡面的花 我就看得清楚了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眼鏡行 好那第二個 杏林春藝廣 菊井活人多 這個是醫院 那之前呢在講借貸的地方 同學應該都學過 所謂的杏林 所謂的杏林 就是指的就是醫界 那菊井可能我們用的機會比較不大 那這裡也是一個借貸的概念 它是有典故的 央子醫院 我稍微講一下杏林跟菊井好了啦 杏林是三國的時候有一位醫生 應該是叫董鳳 他人薪人數 治活了 醫術高超救活了很多百姓 而且呢對於低收入戶 對於經濟不好的百姓 他是不收錢的 他跟人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你真的很想要回饋我給我錢的話 其實不用 到那邊去種一棵杏樹就好 那時間一久 時間一久時間一長 就居然種了整片的杏林 所以後來我們就講杏林是醫界 所以各位應該記得 我們有一個作者叫杏林子 因為他曾經得 不是曾經 他得了類風濕性關節炎 所以他取名叫杏林子 因為他這輩子可能就是都一定要躺在床上 跟這些醫界的東西一直離不了關係 那菊井的故事也是 為什麼講菊井呢 據傳之前有一個人得到生仙之後 他回來告訴他媽媽說 隔幾年可能村子裡面會有瘟疫 那你就用這口菊裡面的水 泡菊葉 泡出來的水就可以趨吉避凶 讓百姓們避過這場災難 所以後來我們就會用菊井 一樣指稱醫界這樣子 將來除了杏林跟菊井 你只要看到杏跟菊 這兩個是共用 大概都在指醫界 好那這裡你就看到內容相關 好這個都在指醫院的 好兩個典故都是醫院的 再來下一個 好這個是剪頭髮的 彈官客彈自己的帽子 燒手人抓自己的頭 到這裡的都是這個 好離開再沒有抓頭的 好就是理髮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下臉塞寫同樣一個地方 好眼睛行醫院理髮店都是這樣 好那這次曾經出現在會考裡面的試題 各位要記得內容要相關 不過對聯演變了這麼久 他其實在華人世界裡面 已經變成一種語文遊戲了 所以我在這裡補充一個 比較特殊的概念叫做無情對 很多老師可能會把這個東西拿來當例子 五月黃每天對三星白藍地 我們先來檢查他對戰有沒有問題好了 五對三數字對數字 星對月沒有問題 黃跟白都是顏色 梅跟藍都是植物 那天跟地這個相對自然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整體來講這對戰非常的工整 但事實上 五月黃每天對三星白藍地 不能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嚴謹的對戰劇 因為他們兩個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這種純粹追求文字相對 文字相對 內容卻沒有相關的 我們會稱他叫無情對 你可以自己上網路上google 無情對的例子蠻多的 也都蠻有趣的 但他已經 純粹是一種 語文類的遊戲了 純粹我們就去找 我們在這個 華語裡面能不能找到跟上連完全相對的字呢 我們比較不會說他是嚴謹的對聯 講完之後 我們來做實作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害怕 寫對聯我不會 但其實如果你概念都有 我們實作其實應該蠻簡單的 我先來出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的上連是馬 我的上連是馬 你的下連會對什麼 給大家三秒鐘想一下 OK 三秒鐘過了 同學可能都很快都會想到答案 想到馬 你可能會對牛啊 羊啊 雞啊 豬啊 狗啊 其實都可以都無所謂 甚至你對於 對日月星 對花草 蟲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今天我的馬是名詞之外 剛講的都是名詞 今天我的馬是三生 他是這生 所以各位你要選的名詞 必須是平生 所以我會認為 譬如說牛啊 羊啊 這都是不錯的對戰 好上連如果是馬 下連可以是牛 可以是羊 我覺得OK 好那其實如果你有對出來 你有寫出一個名詞 我覺得就已經是有對聯的概念了 你已經進到對聯的第一步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提升一點點難度 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不只是馬 是海馬 各位會對什麼 思考一下 好OK 那大家想到什麼 今天對馬的話 對馬的話 有很多名詞都可以對 可是如果今天對海 各位不曉得會第一 也會想到什麼 今天我講天 你可能就會想到地 我想到黑 你可能就會想到白 我不知道同學會不會自然而然 看到海 我自然而然會想到山 所以如果今天是海馬的話 我可能就會對山羊 剛剛我們講牛可以嗎 羊也可以嗎 那既然牛跟羊都可以 我看到海馬 我可能就會想到山羊 好那不知道同學的答案是什麼 如果你的想到是符合對聯的規範的 就OK 好我們對聯沒有標準答案喔 好沒有標準答案喔 只有符不符合他的規則這樣子 好接下來 如果你連海馬山羊都對了 我們看到下一個 如果我今天是小海馬呢 今天的小會變成一個形容詞 那其實大家應該會很直覺的反應 小就對大 對 所以如果我們馬對羊 海馬對山羊 小海馬我就會對大山羊 好那這個算是一個簡單的實作 我相信不會對同學造成很大的困擾 好那實作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歷屆會考有哪些對聯的試題 這個是曾經出現在會考的提醒 他說周亮來到有間酒店買酒 那看到店門口貼了一副對聯 根據對聯的原則 以的部分應該貼哪一個對聯呢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剛講過這起平收 上連必須是這升 下連必須是平升 那講到這裡啊 可能還是我的同學貼錯 因為他不知道上連跟下連 誰要貼哪邊 好那告訴各位 假這個地方是上連 以這個地方是下連 我們傳統的觀念 我們都是做跟房子同一個方位往外看 以左為尊 各位如果去廟裡面呢 我們都會講左青龍又白虎 你這樣進去 你其實會看到廟的這邊 會有一些龍的畫或雕刻 而這邊會有虎的雕刻或畫像 你看這邊是大邊 那這裡是上連 這裡是下連 那給同學看一下 他問以是下連 根據這起平收的概念 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好 那看完之後應該很快就會選出答案了吧 好 長 二升 大 四升 解 三升 理 三升 所以這一題算是蠻簡單的 你只要找出最後一個字 是平升的 你就知道 放在以的地方 好 來答案選A 好那這是歷屆會考試題 我們再看一題喔 這一題跟對聯也相關 他說 若不撇開 終是苦 各能耐住 即成名 你看喔 這個若如果沒有撇開的話 它跟苦長得一樣 苦 撇開 就會變成若 那這個 個呢 這一納 它寫耐住 那這一納如果 把它壓住 不要出來 是不是就跟名一樣 好 若不撇開 終是苦 各能耐住 各能耐住 即成名 關於這部隊連下列說明 何者正確 一樣給大家10秒鐘 好 OK 那這題答案是豬 我剛唸的時候有特別把若跟苦講出來嗎 那若跟苦的字型很像 各跟名的字型很像 從它的差異法想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下臉的末字是不是刻意不合評測 苦是三聲 明是二聲 符合這起平收 所以C這個選項就錯了 C這個選項就錯了 那這個是比較符合我們剛剛講的上課的內容 好 那這一節課就上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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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